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8月23號黃昏之時 中國微博登上了二搜 發布了長榮集團的最新道歉聲明 注意啊是最新的 不是8月15號那篇 這個道歉聲明是關於支持九二共識反台獨 張榮發先生曾表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台灣獨立勢必會破壞兩岸關係造成兩岸動盪 強調百姓生活安居樂業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台灣各大媒體跟進報導 由經濟日報率先打頭陣於晚上7點19分發布 ETtoday在7點23分跟進第二 上報於7點28分發布 中天系列集團在7點34分也陸續發布了 三立在7點59分也報導 中央社也於晚上8點01分報導了此事 幾乎所有的台灣媒體都報導了 但是我昨天從報導一出啊 到製作影片的今天也就是8月24號的下午4點多 在長龍集團的總部官網包含長龍航空 長龍海域 長龍國際 長龍酒店 等等等等將近快十幾個相關的集團 我甚至還找到他們的這個什麼基金會的網站去看 沒有任何一個原文的道歉聲明 也找不到任何署名或是蓋章的 在官網上我全部找不到 我甚至跑去巴黎店看 甚至連長龍的臉書相關的子企業 母公司全部也沒找到 那我也去微博看了一下 並沒有看到原版的截圖聲明 連小粉紅都在嗆 為什麼報導有熱搜 但我也找不到相關的原文呢? 可能是我的搜尋技巧不好 我在長龍集團找不到相關的道歉聲明 微觀了一下該集團網站 確實未看到聲明 但看到我國兩制 如果是真心誠意的 請把我國改成為中國台灣 而我卻在臉書上找到一個由個人 一個女生發出來的長龍道歉聲明 所以她是長龍集團的總裁 長龍集團的負責人 還是長龍集團的董事長 還是她是長龍集團代表的公關窗口 很多人就把這個當作是長龍集團的聲明 就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OK啊要這樣玩我也會啊 我今天睡醒的時候發現習近平給我發了消息 好 念給大家聽 增進了台灣人們 過去中方在處理兩岸關係的過程中 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言辭 這些行為對台灣人造成了不安和恐慌 特別是涉及軍事威脅文共武嚇的部分 對此我深感遺憾 也意識到這些做法與我們追求的和平發展 背道而馳 台灣擁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 多元性以及獨特的社會制度 我們就注重台灣人的選擇與生活方式了 多年來中方追求統一的願景 可能使中方忽略了台灣社會的實際感受與需求 我們深刻反省並且認知到 任何的形式強制手段都無法 帶來真正的和諧以及認同 為此我們在此表明 中方將放棄對台灣的任何形式武力威脅 不再將統一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唯一目標 我們更希望透過對話合作與互相尊重 探索未來的可能性 兩國共享歷史文化與感情 這種紐帶不因為分歧的源頭 我們將通商寬依而為我們攜手前行打下基石 未來我將持續扛兩百斤麥子 十里三路不換肩以開放的心態 尊重台灣人的意願 致力於構建和平穩定的兩國關係 我們相信唯有和平與理解才能證認造福兩國人民 謝謝大家 習近平上 然後習近平他的推就給我發了消息說 不是讓你別發出來了嗎 這就是習近平的聲明啊 由我發布的啊 大家信不信媒體報不報 昨天我找來找去 也只有8月15號的上海店道歉聲明 而這個上海店道歉聲明 並未提到反台獨跟支持九惡共識 甚至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我們在8月16號也做過相關的影片了 而昨天中天各大網紅以及評論人都在拿這條消息做成專題影片 表示長榮反對台獨 支持九惡共識 那我們可以發現啊 他們拿的範本是上海店8月15號發的舊文 貴集團是斷網還是怎麼樣 你訊息差竟然慢到一個多禮拜 昨天晚上11點多啊 我去上海長榮店 還可以看見他們官方的8月15號道歉聲明 直接跳在主頁上 但是在8月16號的凌晨12點多 我再次上去一看 長榮上海店連8月15號的道歉聲明都給下架了 我們一分證據說一份話 所以實事求是的我們 是不是需要看到原文的道歉聲明 或是由官方機構發布的 因為媒體報導的是總部嘛 發布這個我們才能證實這個真偽 而不是說什麼撥不玻璃心的問題 死總要見屍吧 難道今天我一句話說女女朋友說只愛你的錢 將來要拿你的錢去養他的情人 然後你不相信我就噴你玻璃心 你不接受事實 可悲啊 如果一個月後這件事情被證實為真的 也要等到一個月後 而不是現在你去噴人家玻璃心 對吧這是很正常啦 沒有看到證據下 所有的反應都是很正常 我最近也做了一些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也好 還有北戴爾會議上傳出的各種各種傳言 甚至是假消息也都沒有證據證實 只能旁敲側擊 對吧我也是說這個是沒有證據的 這都是上面中國網友的推測 分析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這一系列還是要等 習近平哪一天確實露面現身了 中國哪一個會議 他們的這個報表 有沒有任何的貓膩 我們才可以看出 之前這些傳言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吧 當然這件事情也是一樣啊 然後翠上就一堆引戰的小號 什麼幾百訂閱了 還去花錢升起個藍勾勾來證實自己是真實性的 有沒有非常搞笑啊 結果點進去發現不是假帳號就是小號 然後這些帳號都在噴什麼 1450玻璃心台派玻璃心台獨哈哈哈 黃偉漢 當初不是說要去支持長榮酒店嗎 現在黃偉漢你打不打臉 黃偉漢這個正統中華民國派 他變成台獨啦 他變成1450啦 我整個問號耶 我跟你講如果你是真正的中華民國派 你應該是跟台派站在一起 而且台派也會跟中華民國派站在一起 現在共同的目標是什麼 反共產黨反中共 這是最大的第一階段目標 是嗎 所以你自己心照不宣啦 還在那邊噴長榮粿了 然後你們很爽 我們先撇除掉這些假帳號之外 當然不罰有些真人的小草 也是喊出這樣的話 那我就問 一家台灣企業 一家中華民國的企業 中華民國的國民在海外被打壓 被他國逼迫下跪 前幾天在匈牙利 我國合唱團啊 被中共施壓要下架我們的國旗掛在後面 是中華民國國旗不是台獨國旗啊 結果合唱團帶隊的人就問主辦方 那我們能不能表演完之後 上台拉一下中華民國國旗 主辦方同意了 難道你這件事情要笑台獨嗎 哈哈哈哈 中華民國國旗被下架了 我身為小草 我好爽 那這樣卻有問題啦 你恨民進黨 但是這些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啊 你們只有在安全的時候最勇敢啦 覺得被逼下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可以打擊到民進黨 拜託這打擊到的是全台灣包含你啊 如果你覺得下櫃很好 那你怎麼還不下櫃民進黨 民進黨有槍桿子你怎麼不怕 因為你知道民進黨奉公守法 民進黨不會像共產黨一樣 隨便用槍桿子給你一個默許喔 對吧 你為什麼不換中共國的紅色護照 你們各個都是實進黨啦 為了打擊其他漢人政權啊 讓契丹人公入城內 最後把漢帝割給契丹人 結果你們就拍手叫好 太棒了 我教訓到其他漢人了 太爽啦 割地又如何呢 你們是這樣的人嗎 當然我不排除兩種可能性 中共在逼長榮發道歉聲明 我樣板給你看啦 假戲真作啊 是吧 我把你吵得沸沸爺良 最後大家發現你這個道歉聲明沒有出來 大家又會記起真正式去逼你道歉 中共外交部跟法國的 中共統一促進會都出來喊話 公開支持了 已經有中共官方介入了 所以這種假戲真作的方式 逼長榮發道歉聲明 是中國很常見的宮廷鬥爭手段之一 第二種情況啊 不免除長榮集團透過媒體發布消息 而這個消息是 率先發給中共媒體與官方看的 你們內部看完 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對吧 雙方有一個台階下 那我也不以官方的身份在公告發聲明 那你們就發這個出去 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當然也有這種可能喔 不然為什麼是微博先發出來 台灣媒體才跟進 那也有可能是測風向 再看要不要有長榮官方正式發布 當然不排除過幾天長榮可能看風向之後 會不會在官網上正式發布 在沒有證據下 任何的猜測都是合理 但是我們可以看見 微博的小粉紅 各個都是不買帳的 大噴長榮 我發現很多台灣企業都如此 事發過幾天之後 就嘴硬或是迴避問題 不會表明認同九二公事 或是反對台獨 過了一段時間才會放軟姿態 沒想到長榮集團也是如此 我們中國人散似滿天心 巨事一團火 全球華人堅決抵制 長榮集團公司酒店和產品 你OK 你又把所有的華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我問了 這跟拿歐美護照的華人 跟拿新加坡護照跟拿馬來西亞護照的華人有什麼關係 有些話片片人就行了 騙著看彎彎電視長大的閩南人就不行 長榮創始人張榮發當年就是台獨 即先鋒 李登輝和陳水扁的金主 認同九二公事反對台獨是很基本的原則 何必很鄭重的發聲明呢 當初解傲不遜的樣子現在還要繼續裝嗎 繼續捉嗎 他們加新船訂單幾乎給了日本和韓國 你自己看著辦吧 真正的道歉應該是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其餘都是作戲 他真的覺得錯了嗎 他只是覺得要虧錢罷了 我們不插著24艘 長榮集團利潤50%是大陸賺的 而新船訂單一艘不給大陸 這就有問題了 你有沒有想過是中國的進出口出現了大問題 所以訂單銳減 好怕怕 日韓靠這些訂單就能走出經濟危機啦 這個來自東北的小粉 你不知道東北的經濟 是全中國倒數的嗎 你不知道日韓 即便經濟差都比你遼寧強個幾百倍 你不知道嗎 所以我們看這些小粉噴的 他們說現在道歉完了 所以啊 這跟小草嗆台派大崩潰比起來 你覺得到底是誰才是崩潰啊 是小粉崩潰 退以萬步來說 長榮如果真的發布道歉 跪了 那我也可以表示理解 畢竟他們抗爭了兩三個禮拜了 沒有 第一時間自己先跪了 那怎麼樣都比黃鞍之流好多了 怎麼樣都比第一時間跪的好多了 起碼他抗爭過 就像小草們義無反顧 平時你們抗爭過 雖然你們輸了 但我敬佩你們上街抗議 上街支持阿伯 對吧 這有什麼好嘲諷你 但你們為什麼會嘲諷 因為你們心裡有鬼 但必須老實說啊 你在辱華之後的跪 通常都來不及 先前小粉為了新疆棉 抵制Nike 抵制愛迪達 這些歐美大品牌 歐美大品牌了嗎 沒有鬼啊 在網路上還是噴小粉紅 這些小粉紅哪一個有真正的 消費能力啊 愛迪達跟Nike一打折 哇全部不買李寧了 全部跑去買Nike 跑去買這個愛迪達 哪一個上網噴的小粉紅啊 多數是有住得起 常常飯店的消費能力 基數是多少 是多的還是少的 這些噴的小粉紅不就是失業 不然就是打螺絲 電子廠 跑外賣 網約車 996 每天工作10到12個小時 打那個悟空大頭娃娃 打三天打不過月修四到六天 甚至歡班 靠加班月入宅可以有六七千 好不容易存到一筆錢 又被胖貓的女朋友騙錢騙光光 不然就是餓死在西安的出租房 這些人會住長龍嗎 他們連旅遊的錢都沒有 要旅遊的話 都是特種兵閃點跑行程的 你從香港就可以看出來啊 大型連假 五一連假也好 親密連假也好 一堆中國人跑去香港玩 寧可不住處 也要在最後一天睡在車站 不然就是睡在這個通關的交接處 睡在麥當勞 連上海南站也是非常多人 為了省錢住宿 直接打地鋪睡在上海南站的門口 注意啊 這些人不是流浪漢 他們有工作的 你看有多少有工作的台灣人 會為了省住宿費 去睡在大街上 我們剛剛有提到黃安 他今天特別表示 我就是回台灣爽用健保九天 大吃大喝 體重還胖了兩公斤啊 感謝黃安的反串 讓小粉紅知道台灣有言論自由 不會因言禍罪他人 還不會取消你的免簽綠皮護照 跟限制你出入境 甚至以顛覆國家罪 或是勾結境外勢力來逮捕你入獄 小粉紅你們別說什麼 大陸跟台灣是屬於中共國領土 不屬於顛覆國家主權 或是勾結境外勢力 OK你要先認清 中共政府沒有權力管理台灣 對吧 不然我為什麼可以拍這段影片 而你不行 即便佩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中共都沒有能力阻止 中共正負國籍的官員 按理來說應該要每年都來一次 甚至每兩年都來一次台灣 因為中共的正負國籍官員 常常在中國三十幾個省市中 跑透透 但從來沒來過自己的領土台灣 更何況你們中共 可是常常在抓台灣間諜 電視上就寫了一個台灣間諜 所以你們把間諜歸類在境外勢力 對吧 所以台灣屬於境外勢力啊 所以我問一下 台灣跟大陸同屬中共領土 那哪來的台灣間諜 你看我華盛頓發布消息說 我們抓到了加州政府派來的加州見諜 什麼跟什麼啊 你試想一下 黃恩如果今天他是持與粉紅相反的立場 他可以安全的生活在中國 然後像他今天這樣發言 安全的大罵習近平 大罵中共 支持台獨 或是支持日本 跟他回台灣一樣 會安然無事嗎 而且黃恩 你在中國是不是過不好 為什麼在台灣才得大吃大喝 還長胖 你在中國是996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吃不胖 睡不好 如此銷售 還生病 在中國 醫保 醫不好 你在中國有工作 在中國就要繳醫保 中國的醫保不好嗎 不香嗎 為什麼要回破爛落後 30年的台灣省來治病呢 你聽過紐約曼哈頓人跑去非洲烏干達治病的嗎 嗨 然後在烏干達大吃大喝長胖了兩公斤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繼續判烏干達是一個廢物國家 你有聽過這樣的道理嗎 所以你這不就是在打 中國自己的臉嗎 中共的體制 中共的醫術 所以非常感謝黃安間諜對台獨付出的偉大貢獻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了掰